記憶體空間啊這小米手機 可能那個 從舊的手機搬運過來的時候 安裝的程式已經很多了所以 而且常常顯示 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做執行 其中的程式 進入設定進入應用程式管理 有沒有看到Messenger第三個 Messenger按下 按右下角清除資料 按最下面 兩行下面那個 清除暫存 按清除暫存 按確定 按清除全部資料 你看 這樣呢 按了清除全部資料的話會把 應用程式全部都刪除掉 應該不是這個 要清除暫存 清除暫存了才可以按 除非你都不要用那個程式 Messenger下面這個試試看 沒有 沒有做 沒有執行過也沒有暫存資料 所以你看清除資料那個沒有辦法按 沒有辦法按 買VD 有沒有看到清除資料右下角 然後 選項兩個選清除暫存 按確定 有沒有什麼變化 播放器按下去 你看清除資料 清除暫存 確定 有沒有什麼影響 要找 要找那個什麼 佔用記憶體最多的 那個 LINE LINE 抖音 臉書 Facebook 清除暫存 清除暫存的才可以按喔 清除資料 清除暫存 確定 有沒有什麼變化 這叫黃額 這叫黃額 AlloPages 處理文件的 WPS Office 處理文件 這個沒有 清除暫存才可以按喔 清除全部資料不能按 不能看文件 YouTube 清除資料 清除暫存 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什麼變化 清除更新 嗯 這個YT YouTube Tudy 工作室 清除全部資料不行啊 還有在工作用 已經到底了 那從什麼地方進來的 應用程式 現在 你看 LINE最多呢 5.29GB 抖音 TikTok 3.38GB 臉書 Facebook 1.19GB 臉書的 Messenger 來 簡認就是 編輯影片送上 抖音 然後來 WPS 文書處理 所讀聖經 影片播放 文件 減收 電話 Google Play 商店 超級攝影機 按下去會移除喔 不可以喔 對 對 回去按右下 叫那個 三角性 應用程式移除 按了應用程式移除 按下 G 順子 亂